我觉得我老公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但是我说完他也不改 让我很累 我并没有觉得我做错什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挑我错 我接受不了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继续了 我觉得他总是小题大做 这能让我觉得不能理解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32岁来自天津公司职员 有请 女嘉宾马女士29岁来自河北化妆室 有请两位有请 结婚才一年多是吧 具体来说我们是领证一年多 但是还没有办婚礼 领了证不就是结了婚了吗 但是按照老一辈的传统来说 不办婚礼的话就这样不叫做结婚 行 恋爱多久领的证啊 两年多吧 拖拖塌塌也三年多了是吧 对 今天来是因为觉得丈夫是个大巨婴是吧 咋了 领完证开始我们俩就住在一起了吗 就是在真正生活到一起之后 我才发现 根本忍受不了他这种生活习惯 啥习惯 从衣食住行 样样离不开他吗 因为比如说了 我们刚住在一起之后 然后我出去上班 他不在家嘛 他九点钟起来呢 九点钟去妈妈那儿吃饭 十点钟起来 十点钟就去了 然后在那边一待待一天 看电视一点都不动弹 等晚上我下班之后 我也去爸妈那儿吃饭 吃完饭我们俩一块回家 晚上回家之后我收拾卫生 他在家什么都不干 就跟没有这个人的存在一样 我也干呀 你干什么了呀 你不在家的时候 我经常散了地 散了地 以月一单位还是以年一单位 你说你得打扫为啥 这个没算过 真的不开杠吗 少爷您现在有工作吗 有 这不是有工作就好了吗 工作就不得了吗 这是打去年开始才出去上班的 不是你当初看上他什么了 我看上他不抽烟不喝酒 没有任何不良事 然后家庭也很好 就觉得很放心嘛 就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是有工作的 他开了一个快餐店 后来因为特殊原因嘛 就关了 关了就一直在家的这种状态 持续了一年多 那不也就是没事嘛 对 积蓄力量嘛 是吧 现在不工作了吗 现在工作的时候您听我说呀 他早晨七点起来之后 就要上他妈那儿去 他妈给他准备早点 吃完之后从那边上班去 上班回来又回到他妈那儿 就是在我们这个家 没有他的存在 我和父母 住一起啊 不是 住在一个小区 吃起呗 因为爸妈他们年轻的时候 自己干企业的 身体也不是那么很好 你说平时照顾他 他九点多 十点多起 人家也起来了就真好 他上了个班可好 八点钟上班 七点钟起床就要过去 我爸我妈也要跟着他 那么早地起来去伺候他 长期下来血压也高了 睡眠也不好了 不是 那你们两口子 早点起来做早饭不就完了吗 他妈嫌我伺候他 伺候他不到 就有一天早晨 我可能煎完鸡蛋了 就没有给他放一杯牛奶 我们家的东西啊 他知道在哪放着 就是自个儿不去拿 我必须把牛奶热好了 放桌子上 他才知道喝 我知道牛奶放在哪里 他不知道 他就 这话不知道怎么 就传到我妈耳朵里了 就说孩子啊 本来长得就是瘦 吃不好 吸收不好的 完了牛奶还不给喝 完了就这样 他又回到那边吃饭去了 这一般都是奶奶干的事 哎呦 给我们家孙子 怎么饿成这样了 是吧 就感觉很不能理解 哦 好